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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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干什么 你再看我 你再看我 你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别以为伺候了主上就可以对我放肆 好了 你和一个小妖精成什么呢 赶紧去帮主上找人吧 你管老实点 好端端的 你怎么跑出来了 我是想知道 主上为什么没有杀我 还留下了我 还说什么一千年了 怎么 很意外 徐大夫 请 嗯 你来啦 请问袁小姐 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我就是想找你陪我聊聊天不行吗 抱歉 袁小姐 我是大夫 我会给别人看病 但不会陪别人聊天 如果袁小姐身体无碍的话 许行先告辞了 你等会儿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林佳文小的时候是怎样调皮捣蛋的吗 你认识佳文 何止认识啊 小时候我还骑他头上满精神溜的呢 哦 原来家王口中常提到的那个隔壁府的小妹就是你啊 嗯 哎 他跟你提过我呀 啊 提过 来来来 你坐你坐 哦 好 徐大夫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他跟你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他还说 袁小姐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女子 哎 若他还想着我 那他为什么还和那个白衣女子 修缠不清呢 女侍主 女侍主请留步 怎么呢 还想动手啊 小青 女侍主 刚才所言 小僧略有所干 所以 特来讨教一番 不过是信口几句 谈不上讨教 因果循环 此乃天理 若不破因果 不善用法术 并非是简单地遵循天略 更是为世间的生灵所律啊 女侍主 大爱之情 心胸广阔 让小僧十分的惊讶 随时妖怪 竟有如此的考量与见识 实属不异啊 你说谁妖怪呢 你个臭和尚 你偷听就算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妖怪怎么了 妖怪就敌人一等了 你 妖怪 我师兄好心上来与你们说话 你却如此无礼 说谁妖怪呢 我们就是妖怪怎么了 你一口一个妖怪 一口一个妖怪的 非免就是看不起我们 你 别别别 妖怪就是妖怪 你们两个是妖怪 就不该来这佛门之地 就来 小青 法力 好了法力 不要再打狂欲 这位小师傅 我想请问一下 在你眼里 妖怪是什么样的 妖怪就是残酷 冷血无情的 那人呢 所有的人类都是好人吗 女施主问得好 凡人执念深重 也有大恶大惊 太阳城集团 7016.cc 线上娱乐 官方直营 玩家首选 性感核观 在线发财 超多选择 欢乐无限 饶虎鸡 百家乐 炸金花 斗地主 牛牛 鱼 鲁鱼 彩票 随时随地 这一股间断娱乐 天天领八百八十八元红包 快速提款 轻轻松松月入百万 很多妖怪修行千年 只为得道生仙 并未伤害过凡人 再说了 万物皆有灵性 不管是人是妖 都有他们自己的命运 不能一个而论 说得好 师弟 修行 切勿险爱 要记住 可 刚才 我师弟法力 多有冒犯 我替他在这里 向二位赔个不是 前段时间 我去到一个书院 看了一本书 叫桃花园 里面写着 初级霞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 确实如此 女师主 你心思醇厚 心胸广阔 若有机会 可以常来我金山寺 听经文法 说不定 对你的修行 也大有弊异 多谢师父 那我们先告辞了 师兄 妖怪 真的能和人相提并论吗 众生平等 小姐 那个白衣女子下落 已经查明了 她就在苏州城 什么 她来苏州了 她买下了城中的佟德堂 但不知道要做什么 管她做什么 我让她什么都做不成 左右也没什么事儿 要不然咱们去医馆吧 好啊 去医馆干什么呀 之前跟房东约好的 要交个房契 今天也差不多到日子 试开去 人家不是说不要了吗 她不肯要是她的事情 我们自己开的医馆也好啊 嗯 我们自己开什么医馆啊 我看你还是不死心对吧 是 我是不死心 我就不明白了 我好心好意的送给她一个医馆 她为什么不要 姐姐 小青姐姐其实说的很明白了 凡人啊 尤其是男人 是有自尊心的 这许仙啊 我看是太喜欢姐姐了 所以才不肯接受姐姐送的东西 你看看 碧儿都明白 你还不明白 之前说你笨 你还不成为 请问这喜欢 跟自尊心 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情人 就是啊 就 凭她那样的 有什么资格喜欢你啊 是不是姐姐 就算她喜欢你 你也不会喜欢她的 对吧 那当然了 她又不是我的成员 就是 不过 现在的人情还是要管的 所以 我们还是去试试吧 哎姐姐那个 我还有事 你们先去吧 大小姐 您放心吧 好的 您先交给我 那老板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行行 您放心 张老 白姑娘 您来了 之前不是说好了 今天交个房契的吗 白姑娘 真不好意思 咱们这买卖 有点变化 有什么变化 您看见那位小姐了吗 怎么了 她是原府的大小姐 她想要这屋 张老 我们之前都说好了 而且我订金都已经付了 那如果其他人再想要的话 一打发走不就完了吗 白姑娘 原小姐 出了二百两 您出了一百两 张老 我们之前都说好了 你不能为了利益 说话不算数吧 白姑娘 您别不高兴 您的定金 我会如数奉还 另外再给您些补偿 行吗 这 你们在嘀咕什么呀 房东 快交个房契吧 我带了链票来 我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房契 我们不差钱 可以不用分欺负 这位小姐 难道你不知道 夺人之美 是不义之事吗 原来你也知道呀 你什么意思 我不跟你废话 房东 契约给我吧 张老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价高者得 原小姐 既然付了二百两 那么 我就出三百两 喂 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 是谁先抢别人东西的 你不是说你有的是钱吗 那你也加 你 行 我出四百两 五百两 六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话 应该我跟你说吧 就爱抢别人东西 碧儿 别一跳 白姑娘 用不了这么多 用不了这么多 就不让你瞒 这位小姐 我们素未谋面 你为什么总是要为难我呢 你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等着 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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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们忙不过来 你可真是一个有心的人 这以后 我可就省心多了 程大叔 您放心吧 您忙您的吧 这里有我呢 好 你先忙着 我到后面看看 好 小婧姑娘 怎么了 见到我这么意外 没 没有 小婧姑娘 那白姑娘 她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我当时 真的是太鲁玛了 白姑娘她 其实是为了我好 我现在 真的是太抱歉了 他们出来啊 你个子高高的 心肠还挺好的 既然你这么想了 我带你去见她吧 你有什么话 你自己跟她说 真的 那太好了 谢谢小婧姑娘 走吧 气死我了 我跟她没完 大小姐 小姐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俊阳 你帮我查清她的身份来历 出手这么大方 我倒要看看她是谁 还需要跟着她吗 需要啊 当然需要了 帮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她住哪儿 平时去哪儿 见什么人 吃什么饭 我都要知道 好 我去安排一下 好 我去安排一下 天上 小婷姑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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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这白姑娘 怎么会在这儿啊 她当然不会在这儿啊 那 那你带我来这河滩边上干嘛呀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 所以呢 带你来散散心 踏踏青是吧 你呀 从这里看下去 风景不错吧 小婷姑娘 你就别再打趣我了 你快带我去找白姑娘吧 白姑娘 白姑娘 你就这么喜欢我姐姐啊 没有 我 我 我都跟你说了 其实呢 我带你来散心踏青是因为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你会很痛苦的 那 你要说什么 我姐姐是不可能喜欢你的 她 反正就是不可能喜欢你 小婷姑娘 那 那为什么呀 莫不是白姑娘她 她有喜欢的人呢 我 这个吧 我也说不准 你看啊 我姐姐条件这么好 那喜欢她的男子 不得从苏州排到京城去啊 是不是啊 嗯 那 我说吧 哎 你就别对我姐姐存有幻想了啊 嗯 你在这儿那儿 看一看风景 调整调整新气 来 这朵花送给你 要开心啊 其实我心里 又何尝不清楚呢 吹阳之人 他怎么在这儿 看来就是自己 大家伙加把劲啊 忙活好了 咱们就能开业了 这个桌面可能还要再擦一下 辛苦了 姐姐 来 我来吧 好 你这么开心是去哪儿了 没有啊 今天天儿不错 你在苏州城 就认识许仙一个人 那你找他去了 是 是又怎么了 找他干嘛 想找他就找他呗 怎么了 我去找他你吃醋了 你明知道他身份特殊 还把他一个人丢在郊外 那姐姐 你这么说的话 你心里还 我赶紧他 他不错 他也不错 他得要哭了 他已经有岁要死了 他也不错 他就他想要死了 他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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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李军 他就是纯阳之人 你要干嘛 放开我 放开他 小心 八大王 你还愣着干嘛 我 我不能帮你啊 咱们要是把他给伤了 咱俩都完了 那你快去找纯阳之人 不是 纯阳之人 你 有妖怪 白姑娘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只能说 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 我 头好痛啊 这 这是哪儿啊 白姑娘 你也在啊 这 这 这是我家啊 不是你让小青带你来的吗 是 小青 是说要带我来 可这 对了 你不是跟我说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是 白姑娘 之前 是我太鲁莽了 说话没有分寸 抱歉 请你原谅 哥娘 一个人啊 天色又暗了 还是 少喝些酒为好啊 我姐姐那么好 还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完成 不能让这么个破书生 给耽误了 你姐姐 有多好 我姐姐啊 我姐姐这个人呢 虽然说是 脾气是差了点 但是她人长得特别漂亮 而且又很厉害 是我见过所有的女子当中 最棒的一个 我只是想让她一直陪着我 一直陪着我玩 要知道 有一种开心 是比自己的开心 更开心 公子请用茶 多谢 徐公子 其实 你没有必要有歉意 同德堂既然你不要 自然 我也不会勉强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 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祖上 乃是玄门中人 虽然说略有积蓄 但是到我这一辈 也尽数去世了 就剩我和妹妹 这玄门中人 莫不是 道法一类的 看公子的表情 你觉得 我们是江湖书师吗 不不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 我对这玄学 知之甚少 实不相瞒 在下之前 一直都不相信什么 鬼神之说 世人对自己 没有见过的事情 大多是不听不信的 但是 这三界当中 奥妙无穷 所以 有很多事情 你没有办法 以常理去评论 自然 就有玄学的存在了 白姑娘说的没错 只是在下 对这些 不是十分了解 但如果 白姑娘你不嫌弃 之后 可以跟我说上一说 在下 是十分愿意 去了解的 一者治病 玄门救命 这两者听上去 千差万别 但实际上 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造福百姓 你说对吧 白姑娘说的太好了 我的玄门之术 不及家人 所以就想到了 将玄门之术 和行医结合起来 送给你医馆 第一 是为了表示歉意 第二 也是想让你 施展医术 救治病人 白姑娘的一片好心 是在下鲁莽了 但帮忙可以 那医馆 我是真的不能要 徐公子不必客气 坐下来喝点茶吧 听说你现在 在回春堂帮忙 是 我爱你 因为信号 是 对 我爱我 而有 是 我爱你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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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样子待不了多久 但是你放心 我还会来找你的 出来啊 人呢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千年 一千年 是我的成员 我的成员来找我了吗 姐姐 来 我来吧 你昨天去哪儿了 我 还笑 你知不知道 昨天 你差点住成大户 怎么了 许仙遇到了八大王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恐怕这会儿 他已经去阎王那儿报道了 我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小青 你懂得人情世故 聪颖机灵 这不假 但是你做事 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从来不考虑别人的生死 你这样的人 我留不住了 不 不是 姐姐 你怎么又赶我走啊 什么叫又赶你走 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 哪一次不是你自己走的 既然那么有个性要走 就别回来啊 白姐姐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是因为 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难受 姐姐你别生气了 小青 既然你那么喜爱自由 我觉得 你没必要待在这儿 太委屈你了 不不不不 不委屈姐姐 我一点都不委屈 虽然说 我以前是爱自由了些 可是没有人陪我玩 没有人对我好 姐姐 我知道的 你心里是在意我的对吧 姐姐 我真的是错了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姐姐真的 我以后不会欺负那个带头鹅 不 不欺负许仙了 你愿意跟谁玩就跟谁玩 又发誓 又保证 然后转身又忘了 对吗 不 我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还不行吗 姐姐求求你们别生气了 你也知道的 我小青就是 我那么一点点 点点的小兴子嘛 罢了 既然你说 是最后一次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我可真不留你 嗯 保证 我保证 姐姐 你这么快就不生气了 发生什么事了 心情这么好 昨天 昨天晚上我的陈元来找我了 真的 那你怎么没有留住他 我留不住啊 不会 不会是那个许仙搞的鬼吧 怎么可能 那个人的法力 人员在我之上 怎么可能是许仙搞的鬼 那他不是凡人啊 我觉得 应该不是 啊 那得陪他多久啊 了阙成员 少 就三五天 最多 也就一世了 一 一世啊 凡人的一世 不过就几十年嘛 可他不是凡人哪 啊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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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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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灵溪 主圣 你看到灵溪过去了吗 今儿什么人都没有看到 你眼前是出气的吗 刚刚明明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从这儿过去 你没看见吗 不敢欺瞒主圣 今儿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真的 不能 主圣 这个白衣女子是谁 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您不是之前那位那位师傅吗 贫僧法号法海 法海师傅 当时和我一起化缘的师弟法利 他生病了 我是特地来为他抓药的 这个药方请您过目一下 既然如此的话 还请师傅稍等片刻 有劳了 有劳了 施主 下次再来抓药 师傅 发海师傅 喂 你的药方 喂 小瓜 就来 花枝 青山的花枝 看一看了 看看吧 看一看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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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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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外面来了一位公子 想要见你 真的 那 快请他进来吧 是 难道是你那位陈元啊 有可能 不是昨天晚上刚来吗 怎么今天又来了 看来心急得不止一个 有劳了 白姑娘 小青姑娘 你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 白姑娘 那 我来的不 不是时候吗 不 是时候 特别是时候 白头哥 来 坐坐坐 我给你倒茶啊 我给你倒茶啊 来 喝茶 好 哎 大头哥 你这个时候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吗 哦 也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送给白姑娘 一样东西 送给我 不是我姐姐什么都不缺 你能送到什么呀 哦 其实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画的一束画 啊 来 我看看 哎 小青 你去哪儿找她的纯阳之人 伤人不见血 难 难 难 又发生什么事了 哎呦 我说你这狐狸精怎么总是鬼鬼祟祟的 找死啊你 听你这语气 要死的可不是我呀 你 主上又出去了 还逼你做什么事情 仇成这样 需要我帮忙吗 去去去 别想套我的话 我是真想帮你 你会这么好心 都是为主上分忧罢了 听说主上似乎特别生气 废话 能不生气吗 那白蛇妖就是主上千年的恋人 眼看就要相认 怎么可能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 主上认定白蛇妖是她的恋人 那白蛇妖呢 她也承认了 白蛇妖 身为一个狐狸精 你还没人家一根头发丝好看呢 走走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